嗨,大家好,我叫做叶荣瑜 目前在Google担任Staff Software Engineer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开源专案GRPC的新功能 以及如何快速上手 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吧 GRPC是一个开源高效能的 Remote Procedure Code框架 可以在任何环境下运行 提供在应用程式的 Micro Service之间做高效的沟通 并有Low Balancing, Tracing Health Tracking 以及身份认证的支持 GRPC源于一个Google内部工具 Stabby 普遍用于多个产品及环境 Google在2015年决定要将Stabby 变成一个开源专案GRPC 让更多的使用者 能够享受其所带来的好处 在2018年 GRPC也正式成为CNCF的项目 GRPC与Protocol Buffers 有很大的关联性 Protocol Buff是一个开源的序列化资料结构的协定 也是GRPC所使用的Interface Definition Language 用来定义GRPC在不同的Micro Service之间 沟通所使用的资料结构 GRPC很常被用在Surface Mesh 而现在我们也推出了Proceless Surface Mesh 不再需要Sitecard Proxy 让部署的流程更加简单 也降低开销 且减少网路延迟 提高沟通效能 最后 使用GRPC的开发者类型很广 因为它可以在任何环境下运行 包括Backend Web 以及Mobile 在GRPC GitHub Repository上 可以看到很多开发者 跟我们的互动 以及给我们的反馈 从2015年推出以来 GitHub上的Start Count 一直在持续的增加 现在所有的GRPC Repository 加总后的Start Count 已经来到了9万 是很受开发者欢迎的开源项目 除了GitHub之外 您可能也熟悉NPM 是Node.js的预设Package Manager 而GRPC的Package 在NPM上 有每周平均700万的下载量 而Python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GRPC I.O.的平均每日下载量 高达200多万 也是长期都一直在 下载量的排行榜上 最后是来自Maven的数据 GRPC Java的每月下载量 更是高达1500万 是目前GRPC 所有支持的语言当中 最受欢迎的 非常感谢有这么多的开发者 对GRPC的支持 我们也不断地在新增 更多开发者资源给大家 GRPC.io这个网站 近期新增了很多开发者指南 帮助大家更快速地 学习各种进阶的主题 同时我们也听到 各位的反馈 在每个开发者指南里 新增各个语言的 code examples 包括Java Go Python C++ 此外我们也拍摄了很多教学视频 欢迎订阅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atgrpce.io 在第一时间收到新的教学影片的通知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GRPC有哪些新功能吧 首先是关于Kubernetes的支持 Gateway API是这几年非常活跃的主题 主要用于管理外部客户端 到内部服务的流量 也就是所谓的南北流量 GRPC从去年就开始着手 对Gateway API的支持 目的是让开发者 能够更方便地使用Gateway API来管理GRPC服务的流量 而不需要在已有的HTEP route上做额外的开发 目前GRPC route资源已经进入了实验性阶段 很快就会推进到V1 Beta 1 也即将在Google Cloud的Traffic Director以及其他的平台上支持 Gateway API for Surface Mesh 如同大家所知 Gateway API也适用于管理集群内部服务的流量 也就是所谓的东西流量 我们的团队也参与了很多相关的设计与讨论 确保GRPC Procellus Surface Mesh 与Gateway API会有很好的整合 让开发者可以统一地使用Kubernetes的资源 来管理GRPC Procellus Surface Mesh 与其他的服务 GRPC一直以来都致力于让我们的Low Balancer 有更好的支持 而在这方面我们也推出了很多的新功能 其中一项是使用由您的后端所提供的客制化指标 来做Low Balancing 开发者在后端提供客制化的指标数据 例如现在后端的Q里面有多少等待的项目 而这个指标就可以作为GRPC Low Balancing的依据 回传指标的方法是依照Open Request Cost Aggregation的标准 可以是在每一次的RPC完成后回传数据 或者是另外开一个特定的channel专用于数据的回传 详细的文件可以参考下方的短链接 这些回传的客制化指标可以在您的客制的Low Balancing Policy里做使用 或者是跟其他GRPC所提供的Low Balancing Policy一起使用 例如Waited Round Robin 使用的方法很简单 如果您有使用Google Cloud Platform的Traffic Director 只需要在Locality LB Policies里面指定Waited Round Robin这个Custom Policy 并且提供对应的参数 在这个范例里面 我们会使用ORCA AutoBand Metrics Report 所以第一个参数设定为True 而Error Penalty是GRPC ClientSide Low Balancing会用到的参数 在后面我们会看到 如果您没有使用Traffic Director也没有关系 只要在客户端呼叫Dial的时候 加上这几行程式码 设定Default Surface Config就可以了 GRPC的Waited Round Robin 是用这个公式来决定每个后端的Waited 其中会考虑到CPU的使用率 QPS、EPS以及Error Penalty Error Penalty就是上一页客户端所设定的参数 接下来就在伺服器提供您想要使用的指标数据 首先先创建一个Server Metrics Recorder 然后根据您的需求客气化选项 例如多久回传一次数据 接着Register这个ORCA Metrics Reporting 就完成了基础设定 最后就是要在回传数据的地方 呼叫Set CPU Utilization 或者Set QPS等等 这样就完成伺服器客制化指标设定 以及使用GRPC为您提供的Waited Round Robin了 另一个与Low Balancing相关的功能就是随机化PickFirst Policy PickFirst是一个很简单的Low Balancing Policy 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当Name Resolver回传一连串的位置时 我们总是选择第一个来连线 连不上就连第二个 依序进行 这样的方法简单 但缺点也很明显 通常需要搭配DNS Server 随机回传位置的顺序 这样才能有比较好的Low Balancing的效果 在某些情况下 DNS Server并不支援随机的顺序 这时候您就可以使用Randomized PickFirst的这个功能 只要设定一个简单的Flag Shuffle Address List GRPC Client Library 就会在收到Name Resolver回传的位置后 先帮您Shuffle顺序 然后再跟第一个连线 详细的文件可以参考下方的短链接 下一个新功能叫做Staffo Session Affinity 这是在Low Balance的基础上 引入Session的概念 把属于同一个Session的RPC 都送到同一个后端处理 这样后端就可以很容易地保存Session State 在其中一个后端即可 不需要把每一次RPC后的State 同步到所有的后端资料库 实现的方式是透过Cookie 来识别RPC要送到哪一个后端 在送出Session的第一个Request之后 依照本来Low Balance的逻辑 找到合适的后端处理 当Response回到GRPC Library时 我们会把这次处理Request的后端资讯 加密编码过后 存入Response Header Cookie 里送回你的应用程式 如果您希望接下来的Request 也是送到同一个后端处理 就把这个Cookie存下来 作为后续使用 在下次送出新的RPC的时候 在Request里面加上刚才收到的Cookie GRPC Library就会试着去解码 取得对应的后端资讯 并且把Request送到同一个后端处理 在您的Cookie过期之前 GRPC Load Balancer都会把Request 送到同一个后端 这样就可以轻易地在同一个后端上 保存同一个Session的Local State 不需要同步到其他地方 透过GCP Session Affinity Policy 你可以设定Cookie的过期期限 首先先创建一个Kubernetes Resource 指定其类别为GCP Session Affinity Policy 然后设定Cookie的有效期限 以及要使用在哪一个Route 或是Surface上 如果你还想知道更多 关于Staffer Session Affinity的资讯 可以参考下方链接 这是我们今年在KooCon Europe 所做的详细介绍 GRPC Observability是另一个新的功能 帮助您更轻松地 从应用程式收集资料 储存到Google Cloud 或是其他第三方的平台 来实时地监测 您的应用程式的执行情况 做更进一步的分析 去优化您的应用程式 我们透过GRPC Interceptor的架构 来收集Trace Monetary Metrics 以及Login这些信息 接着把这些信息输出到分析平台的后台 我们开发了一个GRPC Observability Plugin 来处理这些信息 这个Plugin会把应用程式的Log 上传到您指定的分析平台 以Google Cloud为例 您就可以使用Cloud Login 看到详细的Log 来帮助您troubleshooting 这个Plugin也会把您的应用程式的Metrics 以及Traces 依照OpenSenses的标准 上传到您指定的平台 以Google Cloud为例 Cloud Monitoring可以给您看实时的数据 Cloud Traces也可以看到每一个工作的执行时长 开启GRPC Observability的方法很简单 首先需要先设定Observability Config Log Metrics Trace可以独立或合并使用 以Google Cloud Platform为例 您需要设定Project ID Cloud Login是指定您想要关注或是排除哪些事件 可以一一列举 也可以用信号表示所有事件 伺服器端与客户端是分开做设定的 Cloud Monitoring是设定您想要开启哪些指标 例如同时有多少RPC在准备开始 RPC又是花了多少的时间完成等等 Cloud Trace可以设定Sample Rate 因为Trace Data通常很多 所以在这个范例里面我们只有随机的取5%的资料来作为代表 在您的应用程式里面 呼叫Observability.start 来让GRPC Library根据您给的Config 开始传送Log Metrics and Trace到您指定的平台 在结束应用程式之前 记得呼叫Observability.end 确保资料都成功送出以及清理资源 除了上面提到的很多跟Log Balancing 相关的新功能以及Observability之外 GRPC还有更多进阶的功能 除了提供客制化的后端指标之外 您也可以自定Log Balancing Policy 相关的资讯可以参考短链接的文件 另外我们也实现了RBAC HTTP Filter 来支持Surface Scope 客户端授权 来持续加强GRPC的Security 还有前面提到了Observability 目前支援OpenCensus标准的Metrics以及Trace 我们也正在新增对OpenTelemetry标准的开发 最后GRPC现在有支援IPP4跟IPP6 但还不支援同一个Endpoint上 同时有IPP4跟IPP6的位置 这部分的设计跟开发正在进行当中 之后Name Resolver可以整对每个Endpoint 提供多个位置 而GRPC内部也会用Happy Eyeballs 来决定要跟哪一个位置做连线 前面我们提到了很多GRPC跨语言的新功能 除了这些之外 GRPC也不断地在提升 对每个语言有更好的原声支持 例如Java的Automatic Module 在Java9以及更高的版本中 每个发布的Jar文件都被视为一个模组 模组的名称由Jar的名称决定 使用GRPCJar的时候 Automatic Module Name会自动设为模组的名称 您不再需要明确的指定 除此之外 GRPC Java还有支援Least Request Low Balancing 也感谢Spotify在GRPC开源专案中的贡献 除了Java之外 GRPC也提升对Python的原声支持 Python 2在2020年已经正式终止开发 但长期以来 我们一直尽力地维护对Python 2的支持 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专案 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完成迁移 一直以来我们也尽量减少 GRPC Python本身的dependency 而现在我们终于正式地把最后的几个dependency都拿掉了 并且同时与Python 2以及Python 3都相容 此外我们也新增了对Mac OS and One晶片的支援 在1.51之后的release都会有Mac Universal Dynamic Libraries 可以同时在旧的跟新的Mac OS上执行 除了提升对每个语言的原声支持之外 我们也致力于升级所有的功能 例如GRPCC Core Event Engine Event Engine是一个提供给应用程式的全新Public Interface 用于客制化异部工作的执行 进而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例如由外部的Event Loop来驱动GRPC的执行 使用Event Engine的方法很简单 首先先创建您自己的Class 来实现Event Engine这个interface 选择您想要复写的Operation 例如Run,Cancel,Connect等等 然后定义您想要执行的工作内容 最后就是在您的应用程式开始使用GRPC之前 设定Event Engine Factory为您所定义的Class即可 在不久后的将来 我们也会开放每个Channel或是每个Server 有自己的Event Engine 这样应用程式就可以再更细致地 去客制化不同的Channel跟Server之间的行为 详细的内容可以参照下方的短链接 除了Event Engine之外 GRPC C++也升级了现有的回调方式 提供了新的Callback API 让使用者更容易的调用 不再需要另外去创建一个Thread 定期去Polling Completion Queue 更重要的是其效能跟扩充性甚至更好 因为当RPC完成的时候 GRPC会直接调用您应用程式里的Callback Function 减少Polling所造成的时间差 有更及时的回馈 根据GRPC Channel的类别 Unity, Client Streaming, Server Streaming 跟Bidirectional Streaming 所提供的Reactor Interface有些微的不同 但主要都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开始执行特定的Operation 例如Start Read, Start Write, Finish 您的应用程式可以呼叫这些Method 让GRPC Library知道要开始执行这些动作 第二大类是在某一个Operation结束后 呼叫您的应用程式所指定的Callback Function 例如Unreaded On, Unwrited On, Uncancel 第三大类则是让您的应用程式来控制 异部工作的执行 例如Add Hold GRPC C++的Callback API会让您的开发 变得更简洁、方便 详细的内容也请参考下方的短链接 在升级现有的功能的同时 我们也在扩充每个功能在不同语言上的支持 在GRPC Go里面 我们引入了新的Channel State, Idle 在连线介入后会进入Ready State 而后如果有一段时间没有使用RPC 我们则会暂时地把Channel State调整为Idle 并且关到Open Connections来节省资源 等到下一次RPC进来时 再自动重新建立连线 应用程式不需要做额外的处理 这个功能之前在Java跟C Core都已经实现了 现在我们也在GRPC Go里面加上相同的功能 而您可以加入以下的程式码 来设定您想要的Idle State 最后我们也持续地提升开发者工具 为您提供更好的使用者体验 GRPC Debug是一个Command Line Interface的开源工具 用来截取GRPC Library内部的Channel Z States 确认某个Service的健康状态 或是获取XDS的相关资讯 帮助您更容易的Debug 如果你还没有使用过 可以到GitHub上面找GRPC Debug GRPC Curl也是一个开源的Command Line Tool 让你可以更轻松地用类似Curl的方式 来送GRPC Request给您的伺服器 最后是在GRPC Project里面的 Kubernetes Interrupt Test Framework 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到我们的GitHub 了解更多的细节 以上我们介绍了很多GRPC的最新资讯 最后我想再跟大家分享一些GRPC的资源 GRPC.io是我们的官网 上面有丰富的开发者指南 让您能够快速地了解 并开始使用GRPC 我们也刚成立了一个YouTube Channel 接下来会发布更多的教学视频 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 获得最新的视频通知 最新的产品资讯 我们也都会发布在我们的Blog上面 如果你有任何关于GRPC的问题或反馈 欢迎到GitHub或是Google Groups留言 我们都会定期回复 最后谢谢您的观看 期待之后有更多的资讯与大家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